八八风灾后的大午部落 五年多来 对外交通都仰赖横跨河床的溪底变道 迅其来临 只要雨下大一点 暴涨的溪水就会冲毁变道 等于也冲毁他们唯一的对外道路 变道变水路之后 他们也只能冒险依赖安全堪雨的流龙 当作进出部落的交通工具 历经五年时间的等待 新建吊桥终于完工 部落族人都非常高兴 这个在座桥我们期待很久了 从八八岁发生到现在 快要五年了吧 不用在座流龙 我想部落的人也会愿意回到部落 为了吃的食物方便的话 有了桥是比较方便一点 当然路还是会不方便的地方 但是有了这个桥最前面也是安心一点 通往大午部落吊桥连结部落小山 跟东川的桥六号完成工程验收 乡公所也将择棋举行通车典礼 历经八八风灾的大午部落 拒绝千居在山下的永久屋 选择回到自己的土地生活 不仅推动传统座物跟座 也发展部落生态旅游 族人期盼两座新桥能透过美化营造 可以成为部落旅游新兴景点 等到筹备完成以后 我们会办理这个通车典礼 那至于那个二号桥 二号桥跟三号桥的部分 那个图腾比较不足的部分 我们相公所目前是没有这个预算 那等这个有相关经费的时候 像圆明会有相关经费的时候 我们应该会来提报这个计划争取来办理 屋台乡多数部落大部分都迁离到山下的里那里 跟长治百合永久屋 但大午部落坚持回到原乡 多年来面对风灾路段 搭流龙过河的生活 如今新桥完工 大午部落居民不用再担心 迅其来临成孤岛之外 更不用再搭流龙冒险渡河了 记者歌手屏东舞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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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